台南的知名小卷米粉 现在再度要调涨价格了 多了十块钱 现在要价来到一百一十块钱 店家说是受到了原物料调涨的影响 同时还要配合财政部税务政策 开力统一发票 因此多了百分之五的成本 不得已之下 只好调涨价格 大锅熬煮Q弹米粉搭配新鲜小卷 撒上清脆芹菜段鲜甜美味 这间台南知名的小卷米粉 一开店总是大排长龙 店内做满了来品尝的韬客 但依好起 米粉从原本的一百元涨到一百一 业者说除了原物料涨价外 也因为配合财政部税务政策 开力统一发票 多了五%的成本 不得已只好调整价格 很早就应该开始开力发票 因为他们生意一直都蛮好的 涨幅度不会到这么夸张 的话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涨十块钱会影响你的消费意愿吗 不会 去年三月店家售价已经涨过一波 同样也是涨十元 没想到事隔一年再度调整价格 不过民众普遍都能接受 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是还蛮平稳的 客人也没有太大的反应 涨价第一天店家人潮不减 买气依然强强棍 长床的排队人龙 也丝毫不受涨价影响买气 这也有杨文华 苏玉婷台南报导 而公安年之后 帝王蟹的价格涨很深 以餐厅来说进货价至少多两成 而海产批发业者也有同感 因为产量的减少 运费成本增加 帝王蟹进口的价格涨幅有五成 朦胧烟雾让红彤彤的 火烤帝王蟹脚更显迷缘 另一道把腹肉放进热腾腾锅中 想煮出鲜甜海味就要挑火体 超大的帝王蟹 每个部位都是精华 可以清蒸 火烤 再来个散荣口味 蟹黄炒蛋也是招牌 澎湃上桌逃客莫名而来 但对夜者来讲 压力可不小 最近斩价幅度比较大 就是帝王蟹斩比较多 过年后斩的更多 夜者表示帝王蟹进货价 涨幅大约两成 目前先自行吸收成本 除了餐厅感受到压力 来到上游 海产批发艺者也深有同感 分装冷冻鱼货准备宅配包裹 另一头忙着把波士顿大龙虾 放进养殖池 帝王蟹的话过年前 几乎都在涨都没有跌 正常是差不多八九月开区 开区的时候价格会回一点 可是去年可能运费什么都涨高 也没什么再回 尤其产量的产量越来越少 所以价格也抬高 看看价格 帝王蟹涨最凶 美台银从千元价涨到 一千五百元涨幅五成 松叶蟹也从七百元涨到千元 至于龙虾主要在去年涨价 过了大约五成 除了产量减少 运费成本增加也是原因之一 想着海鲜这荷包 可得准备厚一些 谢谢张晓云 叶志雄 台北 新北采访报道